上次我们来去吃了一个干炒鸡 然后评论器里边全是推荐一个川菜馆的 说他们家所有的菜基本上每道菜都好吃 今天我们过来尝尝看到底是不是这样 黄阿龙路很想来这我 到了成都川菜老面馆 这个菜单上全是川菜好家伙 我刚才听他们家口音好像都是那边的人 应该是这一家的房子都是那边的人 要一个水煮肉片 然后要一个辣子鸡 来个这个尝尝 这个店开几年了 开了七八年了 七八年就在这是吗 我们今天点了他三个菜我们两个人 水煮肉然后那个舌尖上的诱惑 然后点了个辣子鸡 三个菜肯定是够我们吃的 哇上来了 这一盘是48块钱这一盘 不过看他的鸡肉量给的不少 闻着好香啊这个 有点咸 哇好咸 尝尝辣椒怎么样 好脆 干香 嗯 如果他腌的时候这个料再稍微轻一点的话 这个辣子鸡肉肯定是特别好吃啊 菜量说实话48也可以啊 他们家这个里边说实话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的比例 挺协调的啊 人家是在辣椒里边找鸡肉 但是他们家这个呢 鸡肉给的特别多 稍微有点咸啊 这是唯一的美中部组 但是他这个火候 还有这个辣椒的香味麻味都特别好 好嘞 这名字还挺好听 哇上面一层麻椒啊 他说这上面这个是猪舌头 这个里边是啊 这一份好像是58这一份啊 看看 他们的菜料给的也是挺酥的啊 啊 他这个舌头的口感好棒啊 脆嫩脆嫩的那种感觉啊 嗯 而且也都入味了 哇 好麻 这种穿菜真的就是出汗啊 一身汗 他下面配戴是那金针菇 哇 这金针菇可能是超级入味 好麻 他这个舌头的量 说实话给的不是特别多啊 感觉也就二三十片 这就是一根舌头吧 应该是 哇 我的舌头都麻了 这个挺不错的啊 这个挺有特色这个 这个猪舌头的火候口感掌握的真的是完美 一切 搭配这个麻味 我们定义发生能不了了 好嘞 哇 好嘞 就等这个了 哇 全是红油啊 这个菜有点咸吃这个菜 有点咸啊 哇 这个十足肉太漂亮了 看着啊 这个看着是相当的正度 上面一层的红油 我天 哇 你看这肉片好嫩的 我尝一尝啊 味道是挺不错的啊 整理他们家菜 我觉得有点 偏咸说实话 这个肉很嫩啊 然后这个蒜香的味也很浓 他家肉给的不少 下面店的配菜其实不多啊 看上大裸片了嘛 好嘞 好了 吃完了啊 撒菜花了150 打包了 他们家菜量挺大的 而且那个用料真的是挺地道的 麻辣真的是特别过瘾 不过我吃稍微点咸 我看他们吃得挺好 哈哈哈